好 要问一下选股方面 下半年你会自己比较看好哪些板块 还有股份你比较推介几个给大家 当是下半年的礼物 应该摆下投资组合这几个你会比较看好 其实下半年如果有大方向来说 真的如果在板块上看 我觉得第一可以看好一些新经济股 其实在上个月也开始有说过 因为始终我想最大的方向就是一来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如果半年半年也好或是一年一年也好 对上那一转是差 这一转就会更好 上半年是跑输的 没错 正如刚才你报过上半年的 最好蓝炒最差蓝炒 其实正反过来就是去年最好和最差的因素 所以很明显资金会有一个相反的选择 这是第一点 而以来当然不是一定是相反的 即是差就好 好就等于差 不是一定这么简单 当然我想要考虑就是本身 可能那些板块看法 甚至乎是股值 说实际上新经济股 没错 你说受监管的风险还有 但始终都走过了大半年 我想这刻大家都反而冲补着下半年 是能够慢慢越来越清晰一点 但如果这个人再数据到的话 以现在很多新经济股的股值 其实都对比高位下这么多 其实是慢慢吸引一点 所以只要政策面没有再压多几脚 我觉得下半年是值得乐观一点 甚至乎如果有个市场推上去 其实都是要靠新经济股 其实很明显的关联度会比较重 所以我想第一个板块 我自己会看得比较乐观一点 都是新经济股份 当然比较简先的都是龙头为主 其实都不离腾讯或者美团 当然腾讯近期的加价比较弱一点 但我觉得如果中长线 不是让大家看下星期觉得有个升幅 这是半年的看法 我觉得这些新经济股 其实是值得看得比较乐观一点 我觉得如果随着刚才说 譬如监管风险慢慢的数据 而他们的企业盈利本身又不是差的时间 是有机会向上做一些收复的空间 所以这两种会是新经济股里面的版块的选择 而我想除了新经济版块之外 正如刚才提论下半年 我自己对市况气氛都觉得是比较乐观一点 不是太负面 我觉得一些生物科技类的股份 其实都是值得去看一看 总一来我想这个版块 很明显是跟市况气氛的关联度比较高 如果市况气氛是理想的 其实对他们会是比较多一些的丑做条件 而来当然所谓的生物科技股 有个B字好或者脱了个B字也好 其实就越来越多选择 但我自己为什么会选择 例如你看到版面6996、德奇和2170的背股 因为其实看B字固 我自己会是几个方向去选择 一来当然如果他的生物科技 是比较独特一点的版块 我觉得概念会比较强一点 当然背股是其中一个选择 因为本身做一些基因检测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说不是的 可能都是选择大路的东西 例如抗种楼那些的药为主 我觉得反而会看起来 例如旗下的再延产品多不多 这个组合 因为你越多产品的时间 意味着你越有机会 是多一些产品可以过到临床 推到上市 出来卖 这对他的盈利的转变 会大一点的憧憬 所以刚才提到 德奇其实也会在这个范畴 因为他在一些抗种楼药内 他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他的竞争是没有那么多 他不跟平时的做 例如GPD-1、CAR-T等 那么多的竞争者 他比较特别一点 如果同业来说 就没有太多一样 而来其实他的药的需求层是挺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可以慢慢留意的 一些B仔股 但当然这个也是一样 好看回市况气氛 如果你说刚才自己判断 就是市况气氛不是太差的 我觉得对他们的股价 中线这个看法会比较是理想的 而至于尤其一个板块 其实这是稳定点的选择 可以说如果大家是组合里面的 就是组合来说 都不是全部只是进取营 可能是防守性、稳定型 都要留意的 就是中资电讯股 例如728和941 因为我觉得所谓的稳定 不是只贪欺收息 或者是贪欺平均 问题就是贪欺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都是有憧憬的 因为大家记得之前 中电讯都宣布了 因为他回A 其实未来都会调升排息比率 由现在本来只有四成左右 去到六成、七成 一旦调升排息比率 其实息率就会有大幅度拉高 而冲景最终的应用 其实都有机会这样做 因为他也是有会议概念 其实他有机会 也会跟随调升排息比率 所以如果当盈利比较稳定 又不是太害怕 它有很大的走仰 再加上息本身都高 如果能调升排息比率 令息率再扯高一点 我想股价吸引程度会比较大 这也会适合中长市收息之外 薄侯价格慢慢上升的选择